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历届考题赏息 那么我们这个单元介绍 回归方程式 这个考题是 台北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的考题 来我们来看看题目的内容 一个消费性的产品 它的市场调查随机抽取了四位 四位 那么资料显示如下 这个Y叫做使用的频度 就指的是使用的次数了 那么它是周的使用量 X是所得每月的所得 它是以万为单位 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一个 简单回归方程式 来表示频度与每月所得的关系 那么哪一个方程式 比较适当 这里有三个 如果说我们要讨论这三个 谁比较能够契合这个使用的频度 因为我们所做的回归方程式 是利用每月所得来去估计这个使用的频度 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三个里面 谁比较误差比较小 那么首先我们把这个资料先列出来 4 1 3 2 每月的所得是X的部分是6 1 5 3 那么现在第一个 3加2X 3加2X的话呢 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应该是几 如果把6带进去 这是15 这是1带进去 这里是5 3加2X 3加2X 把5带进去 这里是13 把3带进去 它是9 第二个 Y等于5加3X 5加3X 如果把6带进去 这里是X 这里是Y 6带进去 以后我们发现它是23 这里是1带进去 这里是8 这是20 把3带进去 9的话这是14 次第三条线的预估的方法是1加2X 1加2X 我把6带进去 我发现它是几呢 13 把1带进去 它是3 把5带进去 这是11 把3带进去 这是7 好 这些数字 是跟Y来比 我们来看看谁估计的最好 那么估计的最好 我们就看什么呢 看SSE就好了 什么叫做SSE呢 SSE就是 我们这个Y 跟它的这个距离 的平方和 来我们看看这个 4跟15的比 4跟15的话 我们差多少 差11 再来第二个点 第二个点是差的是4 所以是4的平方 第三个的话 是差的是10 10的平方 第四个 差的是7 所以是7的平方 那我们算一下 11的平方 121 4的平方 16 10的平方 100 7的平方 是49 我们算一算看 是多少 286 好 我们再看第二个 第二个 SSE2 这是我们估计的 这是第二条线 这个第二个Y 4距离23 这个差的很多了 这是19 第二个 跟它差的话 是差的是7 所以是7的平方 第三个点的话 来说 差的是17 最后一个 2跟14 差的是12 好 我们算一下 19的平方 是361 7的平方 是49 17的平方 是289 最后一个 12的平方 是144 我们算出来 是843 那这个第二条线 真的是比较 不准 那我们看看 第三条 第三条 4跟13来比 那就是 9 1跟3 来比 那就是 2 3跟11 差8 最后一个 2跟7 来比的话 是差5 所以是 计算一下 81 再加上4 再加上 64 再加上 最后一个是 25 这个等于多少 我们算一下 174 我们看看 这三个来比 这三个比 谁比较小呢 我们可以发现 C 是最好的 所以 其实 事实上 我们这个地方 可以不用 真的算出来 因为我们看 这里面 这里面 第三个 它的SSE 每一个几乎都是 最小的 那么就没有问题 现在我们要算的是 第二个题目 事求最小平方法的 回归方程式 那么这个题目 我们就需要的是 做什么呢 要把这个 它相关的资料 先做出来 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 做一个表 这边是Y Y是4132 这个X是6153 这边是6153 那么我们先算什么呢 我们先算它的平均数 Y bar是多少 Y bar是4132 全部加起来以后 除以4 我们算一下 12.5 这是Y bar X bar呢 6153 我们算一下 除以4是3.75 现在我们要需要的是什么 Y平方 还有X平方 还有XY 我们要算回归方程式 就只要列出了这个表之后 把它计算总合理以后 我们都无望不利 来我们把它算出来 Y的平方 这里是写16 这里是1 这里是9 这里是4 X平方 这边的话呢 对应的6是多少 36 这边是1 这边是25 这边是9 再过来是XY 是这个乘这个 24 那这是11的1 35 15 还有23得6 现在把它的全部算出来 这个算出来是6194 这里是30 这里是71 这个是46 好 那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要先算的是 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写出来 SXX 是多少 这个的算法 这个的算法就是 X的平方 减掉 N X bar的平方 那我算一下 X的平方的总和 这个地方是71 减掉 几笔资料呢 4笔资料 乘上 3.75的平方 我们算一下的结果是多少 算一下 14.75 那么依照这样的继续算下去 XY 为什么要算这个 因为等一下 我来告诉各位同学 α加β 这个两个的回归值线的参数的话 我们都需要这个的值 XXY的话呢 是46 减掉4倍的 这个地方是 X bar乘上Y bar 所以这边是 2.5乘上3.75 好 我们算出来是多少呢 算出来是8.5 这样就够了 这样子就够了 为什么呢 是因为 β 这是我们的 邪律 就是 Y hat 是等于 α hat 再加上 β hat x 那么 β hat是怎么算呢 它是 SXY 除以 SXX 这个我们要 把它记下来 这样算起来会比较快 那么我们算出来 上面是几 上面是 8.5 底下是 14.75 来我们除一下 好 我们算出来的结果是 这是 0.576 这就是我们的邪律 现在还需要什么呢 α α hat 怎么算呢 α hat 是 我们直接用的是 Y bar 减掉 β hat 乘上X bar 这个是我们在最小平方法的地方 我们有教过 这个等于多少呢 这个是 Y bar 是 2.5 减掉 这个地方是 beta beta的 hat 是 0.576 再乘上 在乘上 x bar x bar 是3.75 好 我们计算一下 这等于 这等于多少 2.5 这两个相乘 再用2.5来减 我们算出来的结果是 0.339 0.339 所以我们第二题的答案 怎么写呢 我们就写 Y hat 是等于 α α是 0.339 加上 beta hat 0.576 x 这就是我们的 最小平方法的回归方程式 这就是我们的 感谢观看